接续花博展区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松烟展区 这个展区啊 它呈现出很多县市政府的文化创意风格 它呈现出很多县市政府的文化 如果买不起青花瓷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这一款青花瓷矿泉水 只要一经过就会停下脚步的MU 这里有各种水晶印章和贴纸之外 这次还有很吸睛的金箔转印贴纸新品 这里是客制化的装订工厂 就来一本属于自己的笔记本吧 我们现在立刻回到开箱现场 欢迎回来 我们经过两天的闯荡啊 带回来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也遇到了很多的文具好朋友们 像是确评啊,Zoey,Tracy,还有Kaea 大家看起来是一起度过非常愉快的午后啊 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这个文博会欢乐的世界吧 好,那我们就先按照花博它的展区安排来做介绍好了 像是我们在D1的原创角色里面啊 第一台买的是主日文创的猫老大的作品 第一卷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卷是什么啊 可可爱糖果色 这一回啊,喵达在文博会里面专门出的新品呢 我一个都没有买到 但是我有买到这一个也算是 它的设计啊,像是糖果一样的缤纷 感觉又非常的温暖 再来是粉红加年华 这个我先前有看过合纸版的 这次买的是PET 遗体合纸款的话,这个颜色应该更显眼吗? 没有错 那你看它还是很优美 要搭配什么人物啊,货物件来做拼贴的话啊 它都还蛮适合的 那再来是这个第三卷叫做迷雾泡影 这一款啊,是用粉红的颜色搭配很小很小的一些音符设定 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这一卷就是聚集了所有你喜欢的元素 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是在扭蛋区我们扭到的花夹制 如果是我就会非常想扭到限量的隐藏版 我知道 可是,就不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啊 它总共是有12款一般版的跟3款隐藏版 但我只有扭一个很节制吧 再来是这个,懒散兔语周先生 我第一次才知道原来它是先生吗? 那是Juicy就是先生 对,我不晓得耶 对,我以为它是个小可爱 对,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用它们家出的贴图 这只兔子的贴图真人,我觉得很有梗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它有几套很适合上班族用的 但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它们参加实体展 所以呢,一定要手刀去参观一下 拿出贴纸门来 快点 我在贴图上都有见到 对,还有这个呢 RICH 对 很有钱喔 很趣喔 哈哈哈 哦,还有这个 Mustle 长得太高了一点啦 好棒耶 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放下巴 而且还两支 Why 要送给你啊 每个人都要用我的放下巴 天哪 这表情真的很适用在任何场合耶 没错,它就是 当你不爽的时候 你就是用这个脸来对付别人也很好用 开心的嗨嗨嗨的感觉 任何表情都很适合 对,那你很不爽的时候 就用一个嗨嗨嗨 就是你不想理它的意思 这真的非常好用 身体长得蛮像的 像不可以避免的就是我个人就是 可能因为有点松弛 所以有点三下巴给你 这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这可以把它画一条 我会自己帮它夹 下面还有很多空间 再来我们到D2图像授权 第一胎呢是自己印纸胶带 这里有三张一百块的小贴纸 这个跟我们画起来不一样 就是你看它还有方形 然后它有各种大大小的圆 我们会比较受限在那个 我们选择的贴纸上面 所以你还是可以购入一些的 没有问题 为了买 而且找理由 真的要保 眉毛病 好,再来是这个小行星的 红泥苗图纸卷 那我们在先前购买 小行星的产品的时候啊 有看到它附责的一些小礼物里面 有类似的图案 就是我们会用在拼贴作品里面 会看到的纸卷 我觉得很漂亮 就把它买回来了 哦 好,那再来呢 是这一款鲜牛丸的作品 这个是我在拼贴旅团有看到 团友们在使用的标签4 我觉得它非常柔美耶 它是很柔美的标签 加上还有一些小花 还有英文巨子啊 有购 接下来是乐意 那在这一次的文博会里面呢 乐意它出了很多关于蝴蝶的新品 我全部都pass 因为我觉得蝴蝶它就像是 猫猫虫长的翅膀而已 对,这样是非常有道理 它们虽然还是美丽 但是任何昆虫款都没发 所以呢,我购物的是这个 酱色杜鹃 还有明度比较低的杜鹃花 所组成的看起来非常低调 但是还是被你看见啦 真是低调的那些花 会演示英雄吗 这一款呢 我是看到它的展开图之后发现啦 里面有一些品项 我看了很想吃 所以就好 Delicious 再来是这一卷 练色 它是一种复古色系的水行花 还带有一些框框和英文短句子 它来就是如果我们想做 气质风格的手杖的时候的话 可能蛮适合的 再来是我这一次在文博会里面 很怕会凑不到满格的 马鲁口小画室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款 花中精灵 我看我们IG拼贴的朋友 应该会对这卷蛮有印象的 先前拼贴的时候啊 发现真的是太喜欢了 也是马鲁口小画室 少数的PET作品 所以非常推荐给铁粉们 请一定要买 未来的花会后悔啊这一卷 那再来呢是这一个 咖啡鱼小猫 我实在是很喜欢这一只 倒咖啡的猫 那因为那天现场啊 这个印章是已经 就是被人家扭完了 所以我买一卷起来 应该不过分吧 上次其实在拼贴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它 拼起来非常有氛围 拼完之后呢 就是我在帮他们拍照 的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整个feel 真的是很棒 有一种悠闲午后的感觉 perfect 会非常喜欢 再来是这一款 小动物日本旅游 大家真的是 非常久没有去出国玩吗 所以跟小动物们 一起去日本旅游看看的话 也是很合理的吧 不过呢 这一款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是做成油票的形状 但它没有割型刀膜 所以还是要自己裁 再来是魔法甜点 这样看起来其实甜点 真的是一种还蛮好的题材 而且它旁边只要搭配一些 小花小草就非常具有故事性了 同时在这一卷里面啊 它还有一些小珠广 看起来呢 也当点缀很适合 点缀手杖 让你的手杖更加的珠广毛性 更加值钱 没有错 最后是这个 满额鲤 笔带 就是跟我总是 少一顶帽子一样 你可能也总是 少一个笔带吧我想 是的 我本来还很担心说 这个满额鲤啊 你会被兑换完 所以在外面排队的时候 非常紧张 还好我换到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邦尼插画 这是这次推出的新品 叫做 深色的人 还有浅色的人 但因为基于一个 可能可以实际适用一下心得 所以 那边人就推荐你这个 贴纸的部分 哦没有错 那边小包手就说 那不然我可以买 转意贴纸 一次拥有深色的人 和浅色的人 还可以再买这一卷 这次是 纸属学姐 超美的耶 人人都该有一个 纸属学姐 对 学姐这个形象 不是会给人家一种很多 崇拜啊 憧憬这种向往吗 你看这边的学姐啊 她每个都是穿搭 很文艺风 又带有一些花草 看起来非常有气质耶 我妈你感谢她的推荐 感谢 我们继续前往 D3年度新锐区 第一家来看到的是 你好工作室 很漂亮哦 这次啊我很节制哦 我只有买一卷 复古蕾丝 就之前啊 他们有推出过一些花砖系列 我全部都会收购 那这一次啊 是因为我发现 这个复古蕾丝 太有气质了 所以我就想说买回来 那如果手这样要拼贴啊 你想不到你想怎么搭的话 拉一条贴 断 断 再来是 鸟时代 这一摊真的是各种 都会都有呢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呢是 盒子胶带贴纸 叫做梅花雀科款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它这上面的小鸟 都有 超可爱的啊 然后再来呢是这个 贴纸 贴纸的部分 我们来拆开给它 皮胖一雷 很贝欸很贝 而且它有剪贝的形状 对它还有 超圆的 好可爱哦 再来是这个 鸟控 我买的是这一些 懒懒的人类 天呐 它是摔花马铃薯吗 我想我得了一种 冻了就会死的病 真的是 好难过哦 对 现代人病 就是想要软爛的生活 你有发现它们有同一个姿势在躺吗 就只是你知道椅子上 地上 用尽这辈子所有的力气 就是带一点可爱的小宴室 然后搭配懒懒的人们 送给我们的 下花马铃薯朋友们 再来呢还有它的贴纸 很可爱哦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跟性瓶有关的 众生平等 你看它还有搭配彩虹 众生平等 这个贴纸很可爱 再来还有这个 一起chill 很chill 再来是这个 我觉得它三个叠在一起 有一种 舒服的感觉 那它们眼神好空洞 对 这个是这个 很可爱 它在内心里面 是不是很常讲啊 整天去切在别人额头上之类的 这在我的电脑萤幕上面 我觉得蛮好的 继续要看到的是 点点城 这本呢是点点城出的新书作品 叫做 沙漠一点点 那这本书里面主要讲的是 作者她的思路之旅 这真的是还蛮特别的旅程 因为一般人比较 不会选择这样子的路线 我觉得作者应该是个蛮cool的女生 而且因为我个人也很上网要去思路 所以 当我听到说她有去过思路 还出了这本书 就觉得我好像一定要带回来 就是有点像是圆了我一个梦啦 因为这是我真的很想去的地方 你看一下她还画了观察日记耶 是不是很棒 你看 很有佛像耶 好我们来看一下玄奘大师 一二三 她写的是 背包客十足 玄奘 她这个如果出成纸胶带会贴纸 我一定会买啊 那至于这本书里面还有什么样子其他的特色呢 欢迎各位也去买来看一下 再来是这两卷纸胶带 书写女子和书写男子 那因为呢我过去在跟我买纸胶带的时候啊 女性的角色是比较多的 几乎没有什么男性角色 所以这一次她有点点城 她出了这个书写男子 就决定一定要收购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哦 她画的设定是一堆书生 感觉就气质非常的优雅啊 是不是很适合买 那所以当然你买了气质男子之后呢 你要把她另一半也一起带回家 再来是陆凡的创作 我们在今晴的影片里面啊 有访问过她 是象征12月份的女子们 她们结合了花鸟一些元素 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那她们美女的头发中呢 还参有一些很可爱的小生物啊 小花等等的 这会非常符合我的喜好欸 这一系列 我那时候一经过她的谈位 就天哪 她就是非常精致的画工 还蛮吸睛的 然后就每个角色 每个女生都还 有各自的特色 就非常棒 好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这位是五月 是我 好看的 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 12月 就因为头发我蛮喜欢的 对 头发是不是有点小 没有 好对不起 那因为像这种风格啊 如果只做书签或是画本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太少 不过瘾 所以也希望以后可以看到 有贴纸或纸胶带的产品问世 除了单一的艺术家或品牌之外呢 各县市政府啊 也有在展区里面有一些 文创的设计呈现 头发这边呢 是把他们一些在地品牌 然后 画成风格一致的明信片 来给大家索取 嘉义是用这种 Tiffany和白色系所组成的 再来是云林县府 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有很努力想要把在地的文化都呈现出来 同时呢 我们还有拿到这个 地瓜 地瓜薯条赠品 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这是云林在地的品牌吧 阿甘叔叔 阿甘叔叔 再来啊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新北的展区 那一区里面最吸引我的是他整个展间设定 他把它设定成是一个书店的概念 重点是他会问你说你是哪里的人 你是不是新北人 你住新北哪里 如果你住在新北板桥的话 你就会拿到一张贴纸上面写 我是板桥人 如果你说我不是新北人呢 你就会拿到这一张 我不是新北人 对 这个出发点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 蛮好的 它有一种跟你知道来的人互动的感觉 最后来看到的是我们在S3回归生活区里面的MU 我们消费了什么 先看这三包 我们之前在千笔文具社里面有买到几包 像这样子一样非常漂亮的水染你要涂纸 这一回他们出了新颜色 所以呢我又买了几包回来啦 我觉得其实你总有一天会不知不觉搜集满整套 大家都觉得 再来呢是他们今年推出的新品 金箔色的转移贴 但是呢因为他单价是有点高的 所以我先只有买一张回来试试看 如果有趣的话再购买 所以他的买花还是糖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玄奏大师1 2 3 好再次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玄奏大师1 2 3 好像你有分好 我知道了再次 好我们来看一下玄奏大师1 2 3 你一定要有笑声 我听到 我说不几次啊 这次的旅程呢真的是非常丰富 非常狂业 我们不只收获到了很多的新产品 也认识到很多新品牌 还有和很多文具好朋友们见面 希望大家在这次的文博会呢 也有get到很多的好东西啦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大家下次见拜拜